2023年1月1日 新年快乐 大有前途 我给大家带来这个 够喜庆吧 大有前途 祝新的一年 股市长虹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播报 户指去年全年下跌了15% 深层指也下跌了25% 创业版跌了29% 科创版跌得最多 跌了31% 股民都说了 哎呀太灰心 但我劝大家不要灰心 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 新年新气象 大有前途 我们抓住机会 新年开盘怎么应对呢 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1月2号的中午 咱们有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新年开盘 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我是股邦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就能收看到 好 咱们先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俄出口了粮食 而且飙升 再说美国2022年 这不已经过去了吗 但是他对北约的那些个军售啊 可翻了几番 那翻倍这种你想想 再说朝鲜的半岛东部那个海域发射 弹什么导弹 那再说日本旗流感 可能捕杀一千万个就是旗类啊 那再说美国初步的意见 在俄境外深加工的石油产品 可以豁免啊 在价格上那种限什么质 这个是啥意思呢 这不就是给自己开后门吗 那么限制假如60 他那后门要开开呢 那就七十八十 看看这后门最后能怎么发酵 好 说说隔夜的外盘 他们那每年在最后一天呢 都会有一个叫做圣诞老人行情 没有了 咱们说的是他那普遍 没有圣诞老人行情 可是原油是涨了 81美元 黄金也涨了 1830块 更主要的是我们人民币 我们人民币的交易规则调整了 是时间上调整了一下 然后我们的直接就恢复 恢复突破了6.9大关 现在是6.8972 人民币兑换美元 咱们在升值 1月3号就是从后天开始 外汇市场的交易时间 研制到凌晨3点 这不就跟国际接轨了吗 那么我们延长的外汇交易时间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提升我们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好 说说咱国内的消息方面 在过去的2022年 虽然说大盘跌了不少 大家瞧啊 大盘的这个位置 以上上指数为例 跌了 年跌了 15% 同时这个位置还出现了一个顶背离 这个是很糟糕的啊 这个顶背离如果今年不涨的话 那么就写定了 写定会怎么样 写定那就得连跌两年 那么在这我们得仔细观看 不光是这个东西 那么你看看它的季线图是啥样 季线图这个位置也有顶背离啊 季线级别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说咱们的第一季度 就是今年开盘第一季度 得涨不涨的话 这个位置很麻烦 那么得连跌几个地图 是不是预示着今年得涨 这就叫不迫不利吗 我们再看深层纸 创业版 以创业版为例啊 创业版这季线图 这不也是 这有一个顶背离吗 那这些东西你看 它高久之后出现下跌 低久之后出现上涨 我说的是高久之后的下跌 现在这不又到了一个位置吗 如果再跌的话 那就麻烦 所以这呢 创业版也预示着在这为止要上涨 所以咱们今年啊 大有前途 好 在这我们再换回这个喜庆的图片 多好啊 大有前途 那么说说我们国内 2022年过去了 有424家IPO 就是辛苦上市 去年我们讲的口号呢 今年得兑现了啊 我们去年一共融资融了多少 424家 5800多亿 那这个钱是全球 咱们是亚军啊 不是冠军 那好 再说 我们12月份制造业的叫PMI 现在是下降了 现在指数是47% 回落了一个百分点 百分之一 这个是不小的 那么12月份 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 这个数值 指数下多少 41.6 这个跟上个月比 已经下降了5.1 这个数很大下的 再说咱们12月份中和PMI 就是PMI 这个下降多少 比上一个月下了百分之4.5 现在是42点多 大家要懂啊 50以下都叫萎缩 那么这些东西都预示着不迫不利 今年大有前途 好 再说北京拿地 第四轮拿地又很火爆 1600多亿 人们说年关收尾了 他拿这么多地干嘛呢 要干活了 再说郑州发布了关于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有一系列相关政策啊 要适度的放宽一些个区域类的一些个限购 而且要开展一些个购房的补贴 看到吗 都在加码 再说2022年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交易称交额多少 是530万亿 大家说那么多吗 哎呀别看530亿亿 但是同比就是比2021年还价降了将近8% 那么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期货各种大宗商品都在涨价 那为什么成交额还下来了呢 这不都是在萎缩吗 这就叫不迫不利 今年大有前途 好 再说发改委的大佬强调了 支持改善住房 支持新能源汽车 支持养老服务的消费 看到吗 这都给定调了 大消费是啥呀 最大的项目就是房子 第二大的就是车 养老消费又来了 好 再说中欧班列 武汉段的 现在开通的数量 就是过去的2022年 同比增加了30% 那中欧班列武汉段 现在有37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 辐射欧亚大陆40个国家 107个城市 那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了 国际物联的这种网络体系 不光是咱们啊 就是这一段 那么中欧班列的另一段是什么 长安号 长安号呢 它叫狩猎 叫月闪国际班列 新年一时 第一时间零时出发了 满载从珠三角 那个地区生产的像家电啊 家具啊 还有日中品啊 50多个集装箱 通过西安的叫国际港 已经一路向西 经过阿山口 这个国际口岸啊 咱们出去啦 要在14天左右 到达欧洲 全程11700多公里 这是什么 这就叫做出口 为什么说出口呢 经济的三驾马车吗 出口消费投资 刚才咱们说到了 发改委支持消费 消费最大的不就是房子吗 然后就是车 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 叫洋楼产业吗 好 那么经济的三驾马车 现在我们出口 正在蓬勃发展 所以今年大有可为 好 再说我们国航 元旦初期 我们马上就恢复什么 飞机上的正餐 配餐开始了 以前戴着口罩咋吃饭呢 都发点减餐减食 人家小饮料得了 现在开餐了 这个可真正的放开了 飞机上都可以正常吃的 那再说 山西已经圆满的完成了 13亿吨圆煤的生产 那么这个目标比之前 就比去年啊 已经增加10.5% 创了一个新记录 大家都在想 啊 什么什么生产 都在往下掉 他这个 怎么煤生产这么多呢 这个不就是证明 我们这个 还是有强劲的厚力吗 动力十足 要不然你整出那些煤 有啥用啊 还是被使用了 就是咱们的 不光是投资 还是消费 还是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制造业 还是在蓬勃发展的 那好 无独有宝啊 增长 咱指的是什么 比亚迪调价了 是上调啊 一个上调 2000到6000块钱 人们说这么好 他现在又涨价 难道今年这个涨价概念 又要延续吗 你看看吧 照这么说 好了 叔叔咱的操作啊 最近呢 就两市成交量 连续萎靡 就在5000亿 6000亿吗 6000亿都给这 横了多少十年了 这个是不是叫做 地量见地价呢 意思就是 今年2023年 我们大有可为 大有前途 我们股市长红 好 股邦祝大家 股市长红 账户红红红 那么时间关系 1月2号中午的时候 我有一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 新的一年 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去应对 喜欢股邦的 加关注 到时候就能收贯到 好朋友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1月2号中午的 下周策略会 见